大家好,我是老胡 今天下了一天雨啊,我也没出来 这晚上必须出来溜溜狗啊 现在天年黑了,但是雨小了 我现在就出来呢,陆路夜景吧 看看这个就是我们出租房旁边的邻居 弄的圣诞彩灯,还挺漂亮 这里弄,现在都快11月底了 这里弄彩灯人并不多 你像我们在花铁炉那边 现在10月底就很冷了 一般都10月份啊,就开始弄彩灯了 11月份呢,基本上要弄彩灯都弄了 因为很冷啊,这个彩灯也不好挂 也不安全 也可能这里是暖和嘛 今天的气温呢,是 白天6度,晚上3度 我们来看看,这一家我看的弄彩灯就很漂亮 但是晚上呢,不知道这个路的效果怎么样 这彩灯这一溜都是一家的 这一家的占地面积不小 我们现在又来到一家 我们现在又来到一家 这就是像水晶球一样的啊,里边啊 水晶球里边的有上面 两家连着有弄彩灯的 弄去彩灯还是很漂亮的啊 因为这个树很长的,蘑菇树 嗯 这里又是一家 这一家是在房子里边的客厅里弄了个圣诞树 我们现在又来到一家刮彩灯的 这个很清淡也挺别致的 嗯,对 这是一种颜色啊,白色的 嗯,我们再录一家这个圣诞彩灯 看见树里这个地方啊 挂彩灯的不算多 也可能是没到时候 因为下个月的时候可能会更多一点 嗯,这一家的拖挂房车 上面盖上顶了,总没有入冬了 啊,我们原来计划呢 就入冬之前啊,进入美国 啊,圣诞节的时候呢 去到儿子呢,过圣诞节 现在看起来疫情是越来越严重 加拿大跟美国的边界呢 是一个月一个月的往后延期 原来是11月21号边界开放 现在又延期一个月了 行了,今天的视频就拍这里 不知道效果如何 请大家谅解 谢谢收看,再见